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纷纷写信 集体为陈庚求情 有人后来说 甚至陈庚从南京逃出来 是蒋介石愈勤愈重 有意放了他 这话不是没有根据的 当年 陈庚在火车上与脚底司令前大军当面相遇 两次被人家喊过去聊天 最后人家还故意装傻 放走了他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那是1928年 陈庚在中央特科工作 一次从上海去天津执行任务 火车行经南京停车时 闲不住的陈庚居然走出车厢 到站台上转转 突然 他发现列车后面 临时挂上了一节专用的花车 又见几个国民党高级将领沿站台走来 怕被人认出 赶紧跑进了车厢 将帽子拉得滴滴的坐下 可是 他认识国民党教员太多了 忍不住又偷偷地朝车窗外面看 这一看不打紧 大吃一惊 原来 被那些官员簇拥送上花车的 正是认识他的原国民党松户警备司令 此时已调任国民党江南九匪司令的前大军 陈庚在黄埔军校时被称作黄埔三级 还就过场讲戒时的命 前大军是黄埔军校的教育长 不仅认识陈庚 而且两人熟得不能再熟了 当火车启动离开南京后 陈庚坐在车厢 得意洋洋 满以为自己用帽子盖住了脸 就可以避开老熟人而不被发现 那只车行不久 前大军的副官突然来到他前面 对他说道 陈先生 长官有请 陈庚心想坏了 到底还是被他看到了 这位前大军的眼力好尖好毒 但他还是硬着头皮回答 我不信陈 是做生意的 哪里认识你们长官 你认错了人吧 那副官说 没错 请你到那边去谈谈 陈庚一看是已至此 使得跟着他去了 陈庚走进花车 前大军见到他 脚下的说 我一进站就看见你 叫副官跟上你的 陈庚一听 也不再辩护 坐了下来 前大军又问道 你进来干些什么 陈庚答道 没有什么事情可干 正在到处谋事 前大军哪会相信 望着他又问了几句 陈庚见他并不认真要抓自己 居然与他闲聊起来 火车飞迟着 他们聊了好几个站 陈庚说 我要下车了 去看一个朋友找点事做 前大军也没有抢流 这样 陈庚便与他告别了 火车到站了 陈庚赶快下车 当火车继续开动的时候 他才又迅速登上另一节车厢 仍把冒延拉得嘀嘀地坐下 随着火车开动不久 那个副官又找来了 他抿着嘴 带着诡秘的神色说 陈先生没有下车 长官请你 原来 前大军派人盯住他了 陈庚又撞起胆量去了 结果 在花车里 又与前大军大谈黄埔往事 其实 前大军并无要捉住陈庚之意 只是告诉他 他前大军也不是傻子 知道陈庚此时的身份 他与陈庚又闲谈了一阵 火车过了徐州 就让陈庚走了 陈庚的人缘之好 可见一般 实得意说的是 陈庚与人关系好 却从不丢失原则性 当年蒋介石清党时要拉走他 他硬是不去 在解放战争中 一直称呼他大哥的国民党将领李铁军 与他战场上相见 照样将他打得落花流水 这样的陈庚 牛肚牛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